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我們就先來講RIMPAC登場 華人太平洋軍演是在夏威夷群島周邊 跟珍珠港舉行 那我們也注意到美國的海軍呢 第一次派出了四艘無人水面艦艇 參與這一場的軍演 那分別有名字的 有海獵海鷹游牧者游騎兵號 不過呢我們來看 它的控制中心在哪裡 是在加州嘛 加州成立的無人水面艦艇第一師 所以從千里之外來遙控 那另外就是無人水面艦艇 這是要幹嘛的呢 說主要的任務是要加速向艦隊 提供可靠的無人系統 而且重點就是要跟傳統艦隊 來聯合作戰 傳統艦隊來聯合作戰的話 那這是不是就是搭配無人艦 這是一種新的戰術呢 請教水將軍 我想從幾年以前 中共的超高因素的反艦飛彈出現以後 那麼美國必須針對這個重大的威脅 它在建軍就是要出現什麼新的船艦 戰術戰略都要改變 那慢慢慢慢已經看到幾個跡象了 因為你想以前航母搭載了五千人的官兵 如果在第一島鏈活動 挨上一方 那是不可承受的損失 因為這個反艦飛彈的 它中共已經掌有優勢了 你不容易攔截 所以美國的航母必須要規避在第一島鏈的活動 所以你大家看到最近活動最頻繁的都在關島 或者跟夏威夷之間 那這個反艦飛彈仍然是有超距離的 長距離的打擊能力 包含這個殷疾21轟6帶過來 所以它慢慢發展兩樣東西 一個是無人機 無人艦 無人艦也就是說 我被你打爛的也不過是一條船 但無人艦都是遙控的 所以你放在船上遙控 跟在美國加州遙控是一樣的 你像那個死神號那個殷疾的那個 也可以在Tampus那一帶就做遙控 所以這個是未來戰爭的一個趨勢 另外一個這次大演習 27個國家參加 韓國、日本都把自己最大的船 都拿出來獻飽了嘛 這是秀肌肉 這個是在政治上聲量很大 表示我圍堵中國不是我 美國一個國家 那有這麼多國家都來參加 但是真正在發生戰爭的時候 是不是能參加很有很大的疑問呢 你平常 當歐洲的船他會不會來 韓國會不會參加日本一起來對抗中共 這都有問題啊 所以那個是政治聲量的表演 但是我們仔細觀察 他的環態啊 整個戰略上是改了 因為他搞一個叫跳島是以前 麥卡爾賽搞的這個太平洋戰爭 但是我覺得他跟那個戰爭跳島的意義不一樣 跳島的戰術是攻勢的 現在美國所部署的是守勢的 防守 因為他認為如果在台海發生戰爭 第一導練美國不能取得優勢的時候 他把這個分散式的部署來減少自己的損失 你譬如說在日本 在橫須貨 在路爾島 在沖繩 所有的美軍基地是個大型目標 就容易遭受中共的飛彈 或者是戰術性的核武 做毀滅性的打擊 那個也是不可承受之重了 所以你看美國的反應 現在是也部署了很多 叫做低產量的戰術性核武 就是中程導彈 但是它的這個核子的當量不是很重 三十萬噸級的這個 或者到一百萬噸級以下的 但是他怎麼弄呢 他的算盤打得很均 就跟烏克蘭他的做法一樣 我在一個島上 用一個銀的兵力 帶一個導彈連 就是變成一個很小的軍事目標 但是我可以攻擊你 也可以取得一樣的戰果 有核武嘛 但是你打擊我頂多就這一個小島的基地 所以在日本的往下延伸很多島域 他就準備部署這個 那麼它的阻力放在關島以後 那你看它的部署分三層嘛 第一個低島鏈的分散式部署 它有巡弋飛彈攻擊你 但每個單位都不大 不值得你用一個核武的武器來消滅它 但是它可以反擊你 然後它的神盾艦驱逐艦呢 就在這個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下 部署一個防空的網 就是說至少我可以收縮到你的飛彈 增加我這個鎖定的時間 或許可以南下 但是關島就變成最後的一個防線到夏威夷 所以它將來的航母能活動的 是在關島跟夏威夷之間 那為什麼還要呢 因為中共現在因為有長城的飛機跟飛彈 還有艦隊和航母 說不定萬一變成攻擊關島呢 它是不是關島是匕首 因為關島不形成島鏈的 它距離各方面都3000公里 它變成一個 所以它在天陵島也要加機場 然後加航母 因為這個時候中共的空軍的優勢就不在了 因為你靠近第一島鏈的時候 它陸基的飛機可以大量取飛嘛 到了關島這個線 解放軍的空軍就必須要經過加油機才來 那加油機能夠加多少架呢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就在關島又形成優勢 在第一島鏈是美國不利 因為陸基有導彈 有起艦架飛機 有船艦 那這個地方 美國軍力大體上來講是超過中國的 但是在第一島鏈以內呢 它占不到便宜 所以它現在的算盤打得很均 我到第二島鏈 解放軍的空軍就不佔優勢 那我航母提供的空軍 加關島的空軍 加天陵島的空軍 我絕對守得住 第三個呢 我要攻擊你呢 我用分散式所謂跳島 跳島不是麥卡産那個 跳島就是這邊有提到啦 說美國胡風級兩氣突擊艦 艾薩克斯號參與演習演練的 就是跳島戰術 然後這個海軍的這個中隊指揮官說 跳島戰術是我們的傳統 一直都是我們常做的 然後陸戰隊就是要登艦 跟海軍整合 將戰力投射岸邊 我們講這個兵力大不大 這個大大 這個船也不大 兵力也不大 人呢 他能夠反攻反到中國大陸去嗎 不會 這個跳島戰術 比如說支援日本的這個釣魚台 支援日本的北方四島的這個收服工作 那他是有能力的 但是你說這個部隊拿來支援台灣的地面作戰 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他可以幫得了日本 但幫不了台灣 因為台灣台灣要發起這個 老共要發起戰爭的話 因為海空是打擊你的要點 但是你要武統台灣的話 他必須要大批的陸軍上來 因為畢竟我們國軍還是有相當的兵力啊 那你要很大的部隊上來的話 那你是個陸戰隊的萬八人幾千人 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以我都認為 他的陸戰隊跟他這幾條 所謂這個兩棲突擊艦呢 能夠發揮的 我們講大戰隊 大的戰場 發揮不了太多的重力 但是他也不能說全部撤離第一島鏈 所以他這些陸戰隊也是 安撫日本韓國的一些小島上面的 北海道裡面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一個趨勢走向 就是說當年是以日本韓國的重大基地 跟部隊、飛彈、航母來做第一島鏈 現在慢慢慢慢轉到第二島鏈去 所以這些東西 因為任何一個新的船出來 是代表它一個走向 無人機參加在烏克蘭戰場上 已經看到它的價值了 對不對 第二個這個標準飛彈 你看這些赤針飛彈 用便宜的五萬美金、三萬美金的飛彈 打掉你幾十萬、上百萬的武器 那同樣跳島戰術的想法也是這樣子嘛 我派一個贏不到的兵力 一個導彈連 就形成攻擊力量 是 以最少的人 然後發揮最大的作用 這個就是可以套用叫做不對稱作戰 不對稱作戰 好 來介大使 那我們剛剛其實聽帥將軍分析了這麼多 重點還有一句話 聽聽您的意見 說美軍現在沒有要將這個 剛剛我們在討論的這個無人艦艇 部署到印太地區的計畫 這是真的嗎 他講的是真的還是說那只是說說而已 這個我想他會這樣講 應該就是還沒有部署過來吧 因為這個無人艦 他是剛剛成軍的 他這個可能戰力 還有他的這個戰術 各方面都還在發展當中 那其實美軍發展也蠻久的 他有幾艘無人艦 有的還單獨穿越過這個 那個叫什麼海峽 日本人 金星海峽 南邊的那個 不是 南美洲的那個 南美洲 中美洲的那個叫什麼海峽 巴拿馬運河 那另外他還有一個補 就是說一個無人補給艦 曾經單獨航行五千公里 五千公里 對 它這個事實上 他們這個演 就是說已經有這個無人艦 而且加以演練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可是是不是能夠 他基本上是作戰輔助了 不是說真正的主要戰力 將來都是要靠無人艦 就是說其實是要跟傳統艦隊聯合作戰的 聯合作戰的 那現在很多都是輔助系統 就是像這個補給艦 它有完全這個無人的補給艦 在作戰的時候 把這個補給的物資 送到這個前線 那所以是在發展階段了 那你說要真正的主要的戰艦 要變成無人的話 我想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你這個隨便一艘艦上 上面都是三四百人 那麼在艦上 那一艘航空母艦是五千人 所以要把這種大型的作戰船隻 慢慢都無人化 我想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的確 那不過話說回來呢 所以將軍繼續請教您 因為看到這次南韓呢 您剛剛講到說 把自己這個最好的東西 秀出來獻保 那他這次呢 也是史上之罪 動員史上之罪 看看有什麼呢 出動了世宗大王級神盾驅逐艦 張寶高級前艦 文武大王號驅逐艦 還有首次出動獨島級的兩棲突擊艦 的確我們也注意到就是 在這一次不僅是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無人艦登場 還有就是這個兩棲攻擊艦 南韓這邊呢 這個是不是真的是在秀肌肉 而且是的確有看頭呢 他這個看頭是代表他 當年的建軍目標 建軍目標 因為北韓的敵人你是陸上作戰 那跟日本的矛盾問題是獨島作戰嘛 對不對 所以他建軍目標 一定是跟我的戰爭目標相結合的嘛 所以你看他這個有 博客級類似的這個神盾艦嘛 那這個就是幫助鎖定北韓的導彈 跟防禦系統 另外這個潛艦 韓國能夠製造潛艦的嘛 製造潛艦的話 就在黃海 渤海灣 到對馬海峽 他有作戰能力 既防北韓 也防日本 也防中國大陸 所以他這個拿出來展示 也有像在軍售參加展覽一樣 很多國家都想買船嘛 那你怎麼算 韓國的船 雖然不算世界一流吧 至少也是二流以上的了 價錢便宜嘛 因為你韓國的造船也蠻發達 第二個 它的人力物力的價錢 也不會像美國那麼昂貴 現在已經是被中國大陸超越了嗎 當然你超越是你的事 但是南韓他也參加這個 這次軍演大拜拜 很多國家把精品拿出來 拿出來的話 就可以兜售在軍火市場 你看我的船怎麼樣 表演怎麼樣 效 性能怎麼樣 它除了宣揚它的國力以外 主要它也是軍火外銷的 所以我們看 它建什麼樣的船 一定它的作戰目標是什麼 沒有哪個花錢弄一堆廢物 自己沒有用的 所以它展示這三款東西 也是它保衛韓國 大韓民國所需要的海上實力 因為在這片海域裡面 魚權的問題很多 對不對 然後獨島的爭奪也有問題 那麼它也要防到 俄羅斯在庫越島那邊 它有海軍實力嘛 所以我們看得很明顯 這三種船是針對它需要的 那麼借這個機會做個秀 也可以賣 你像印度很多國家 都是沒有這個造舰能力的 都想買 你像菲律賓都弄一條很破的船 所以韓國借機推銷 不過你看 美國大家都說 國防勢力堅強 可是最近我們看到 連續有兩個訊息 覺得說怎麼有點掉漆 包括美國航母超級大黃蜂 戰機說怎麼會被暴風 從甲板吹落海了呢 再來就是美國下一代陸基 洲際彈道飛彈 試射與當地時間夜間 進行發射十秒鐘就爆炸了 兩個讓人都看起來覺得有點不解 第一個不算是什麼 那是很意外的事 因為什麼 這是常會有發生的事嗎 這種事 強風吹落海 對 因為你想想看 飛機從高空中空低空對準你的航母的甲板 那是跟火柴河那麼小的東西 船也在開 飛機也在動 風還有側風 還有順風 逆風 所以這個駕駛員 你稍微低一公尺 就創造船甲板 是 高一公尺可能落地的時候 不夠 那就加上旁邊 一有側風的話 就翻了 翻了 所以這個事情不代表它的弱點 這個東西只是 叫做意外 下面這個是看出問題來的 下面的問題就看出 你看為什麼美國 我講嘛 它NASA開始 30年前就開始投資慢慢少了 不像跟俄國在競爭登陸 什麼東西 登陸月球那些東西 它的火箭推力始終有問題 它放衛星都要跟人家俄國租借 那從太空接太空回來 也要跟中國大陸打商 跟俄國打商量 對 所以它這個彈道飛彈 都算是大型的火箭推動 那這個東西上升10秒鐘發生爆炸 因為通常一般來講 做這個大型的這個火箭 它有固體燃料有液體燃料 那這兩種區別很大 因為作戰的來講都喜歡用固體的 因為液體的話還要充氣 加電很多 對 這個彈道哨兵爆炸 代表它的飛彈是有一點問題的 這個東西它就要好好檢討 是 上面那個問題不是什麼問題 就是說 你頂多檢討說航母是不是頂峰在航行 很屬意外就是 我們繼續要談一談 這個當然一方面是秀肌肉 但是你看軍演到底它的用意何在 根據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說 環太軍演的目的不是在對抗或者是威脅中方 而是就2027年台海情勢而設計的 北京公開說要培養2027年武統台灣的戰力 今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呢 美軍提供支援引發了說萬一中方2030前攻台 美國可能支持台灣到什麼程度的更多的問題 當然大家就會去討論嘛 看到了這個俄烏戰爭之後 立刻就聯想到台海兩岸 那美國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它會如何來支持台灣呢 那現在有這個環太軍演的目的 難道真的是為所謂的台海情勢所設計的嗎 但是又提到了所謂的2027這個年份 我想請教一下唐老師的意見 老師 剛剛那兩句話 他說什麼目的不再對抗中方 那可是呢又說2027啊 台海騎士設計 這兩句話不是矛盾的嗎 是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的這些說法 確實我們要仔細的來考慮考慮 來思考思考 它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呢 這個軍演就是針對中國大陸 這個太明顯了 太明顯 很針對性 這個RINPAC 也就是這個環太 它其實從70年代就開始了 那70年代那個時候為什麼呢 就是要這個保障這個海上通道 然後呢 後來就人道救濟 那之後慢慢慢慢 這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呢現在呢 就變成圍堵中國 然後呢 重點是什麼呢 是叫聯合行動 因為你想想看 這個RINPAC 它有26個國家 有亞太的 有歐洲的 還有南美的 南美的什麼秘魯啦 什麼智利啦 什麼這些都來了 那你說這些國家 在演習的時候你來 好 大家來唱一唱一場戲 很熱鬧 敲鑼打鼓 可是真正碰到狀況了 你們這些國家會來嗎 那就是完全兩回事了 而且呢 你說北京會做事不管嗎 意思就是說 你像這個 我們剛剛 除了這些國家以外 還有這個東協的國家 對 東協的國家現在 跟中方的這個關係 好得不得了啊 那你說 你現在當然北京 你沒有這麼強烈的 這種理由 說你們不要去參加 來阻擋你 可是真正碰到事情啊 真正 時機爆發了 發生了 你說這些國家 真的會跟著美國一起跑 好 我打了一個特大號 特大號的問號 我覺得這個機率非常小 好 那可是呢 從這個RINGPAC 就是這個環台軍演 我們要怎麼來看 這個整個大的格局呢 是說 在這個之前 它在歐洲的G7 也開了峰會 而且呢 NATO 北大西洋公園組織 它也開了峰會 而且呢 北大西洋公園組織的這個峰會呢 還把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都請過去了 嗯 也就是說 他們現在的這個做法 加上了這個RINGPAC 等於就是一個海權的這個格局建立 從歐洲一直到這個亞太 亞洲來 然後呢 來圍堵這個陸權的兩大國家 一個是中國一個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本來就已經在打仗了嘛 那所以說現在呢 當然這個重點 就是放在中國 這個就是 陸權國家跟海權國家之間的這個 長期博弈的一個開端 因為你想想看嘛 像這個 這個海權國家 它都是在美國的領導之下 因為後面都是美國嘛 不管是北約也好 是G7也好 是RINGPAC也好 是跟這個亞太國家的關係也好 都是 背後都是美國 所以說美國呢 結合了這些各方的兄弟 共同的來圍堵中國 加上俄羅斯 是 那就使得 中國跟俄羅斯呢 他被逼的 他必須要加強合作 因為他們也沒有選擇了 既然你們要這樣子搞 那他當然就必須要相互挟持 然後呢 互利雙贏 那就變成這種情況了嘛 那所以說 從這裡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 這次呢 聲勢浩大 可是呢 實力難料 是 好 他聲勢很浩大 可是真正你碰到狀況了 很難說 對 陣仗白很大啦 但真有事的時候 會來嗎 這是一個問題 不一定 那 就是剛剛講嘛 美國那如果說 你要支持台灣到什麼程度 大家就會討論啦 那 但是現在美國有加強部署 包括在日本打算是要在 鹿兒島部署美軍8架這個MQ-9 死神無人機 那當地的市長同意限期部署一年 而且還說要跟當地的民眾 繼續好好的溝通 不過另一頭美軍要再衝繩 部署中程彈道導彈嗎 那環球時報 大陸的媒體環球時報 就說 美日展開了在日本西南諸島部署 中程導彈部隊的前期作業 通過加強第一導鏈 建設實現對華一體化的威懾 這勢必會引發中方的反制 所以你們要真這麼做嗎 現在就是提醒美國了 因為如果你一旦真的 去部署中程彈道導彈的話 中方也絕對不客氣 會加強來反制 請教介大使的意見 對 因為這個西南諸島 在日本來講的話 就是琉球群島 基本上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說琉球人要同意 因為琉球人現在非常反美軍基地 而且琉球對於日本的自衛隊進駐 進駐很多新的島嶼 琉球人都持得非常反對的態度 那現在如果說要把這個 中島部署在琉球 對琉球來講 他們就變成首要日本 首要被攻擊的目標 所以琉球人常常講說 你們把這些危險的東西 都放在我們琉球上 你為什麼不放到日本其他島嶼呢 日本那麼多島對不對 從北海道到這個本州 到這個四國到九州 你都不把這些東西危險了 你都部署在那裡 你危險都部署在我們琉球 琉球做日本二等公民已經多少年了 現在死還要第一個死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他要這樣做 他國內可能會有很大的 這個會有很多反彈 不過基本上要部署中島 其實不只是琉球人反對 其實整個日本 比較愛好和平的日本人 都反對 都反對 因為中島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你會被如果戰爭發生的話 你可能是被首要 要被摧毀的這個好目標 你就是那個劍靶嘛 你就做劍靶 對就是來打我的意思嘛 對 因為我隨時要威脅你 對 是這個意思 這個部分其實 這個要看日本 現在這個自民黨政府了 那個岸田文雄前一陣子 曾經有說 你要不要引進這些核子武器 要到日本來 來部署 對 岸田文雄說 我不要討論這些 我們先不討論這些事實 先割在一邊 對 而且這個中島這個議題 其實在日本也 也已經被拿出來討論一段時間 那麼各種意見都有 反對居多 那當然想要把中島 部署到整個第一島鏈 是美國人的意思 並不是日本人的意思 美國現在對 我想對未來的這個亞太 東亞的戰略部署 現在有一些 我想基本策略的改變 本來只是一個防線 就是說這個是第一防線 第二防線 第三防線 現在叫前沿基地 什麼叫前沿基地 前沿基地就是要戰鬥了 而且事實上可以對於 潛在敵人進行打擊 所以本來事實上 韓國 日本 台灣 日本都有限 美國都有限制 你部署武器 它的打擊距離 以前都有限制 韓國的去年取消了 韓國本來好像只有 也是一兩百公里吧 台灣以前就是一百五十公里 你看美國現在 還有沒有什麼一百五十公里 防禦性的 日本也慢慢在主張說 我的這個中程導彈 要放到你日本來 那其實這個是我覺得是 美國整個他們的這個 軍方的戰略的 已經做了改變 才會有在川普任內的時候 主動跟俄羅斯廢除了 美俄的中島協議 因為中島的話是美國跟俄羅斯 原來是掌握最大最多的中島 所以他本來跟俄羅斯間 有一個限制的 有一個限制中島 中島的這個中島條約 美國主動把他廢了 廢了你現在看出來 他的動機 就不只是針對俄羅斯 事實上他要在他的所謂的 海外的基地 基本上從防禦的角度 變成攻擊前沿 所以他就要部署這些 這些攻擊性的武器 所以我是覺得 這要看這個韓國 日本 琉球人 還有台灣 這些決策者 有沒有足夠的智慧 去思考一下 部署這些中島 能帶來什麼利益 還是會帶來什麼災難 可是美國說了就算了嗎 沒有那個智慧也沒有那個破例 你說日本啊 你講的三個地方都是一樣的 我要講一下 我把它補充一下 我們補充大局來看 俄乌戰爭 美國要想打敗俄羅斯嗎 打垮俄羅斯嗎 不可能 俄羅斯要打敗整個北約嗎 不可能 那美國的想法是什麼 代理戰爭的消耗戰爭 對不對 這一套它現在 你們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明白了 在亞洲不是玩這一套嗎 不是玩同樣的一套嗎 那我現在把陸戰兵力 使人的部隊往後撤 前面搞這個分散式的部署 一旦台灣發生問題 最大可能參與的就是日本 剛剛介大師也講了 湯老師也講了 歐洲都會來嗎 東盟都會來嗎 來了有用嗎 所以它 中國大陸也鎖定就是 你這兩個 會干預它的統一作戰 那美國當然是希望 台灣跟日本已經開始展開 變成第一線了 就跟今天的烏克蘭跟波蘭一樣嘛 所以要在路爾島部署 要在沖繩部署導彈 這些部署呢 你知道為什麼在路爾島 要做飛機的這個無人機的部署 因為這些小島啊 你要蓋跑道蓋機場很花錢的啊 那只有在路爾島這邊可以啊 其他它是準備用兩區補擊艦 加陸戰隊 加導彈連 就隨時上去 兩三天就架起來就有用了 這個是機動部署 固定部署是去向路爾島沖繩 這個叫陸地固定部署 它的分散事的精髓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最大一個營的兵力 帶一個導彈連 然後用直升機 用兩棲突擊艦 隨便在一個無人島上去 一個三天五天就建立 一邊一個小基地 它就可以攻擊你 那麼它自己人員傷亡也少 你看無人船也是減少傷亡 減少傷亡還減少人事費用 你船上養個幾百人 一年365天 薪水不得了 所以你看這個大戰略 它對中國大陸為什麼講 二七跟三零年 二零二七 二七年呢 它的軍隊的實力 可以超過你大陸 我還可以有所作為 到三零年 中國大陸的經濟 如果二七年不動手的話 不挑起來的話 三零年 中國的經濟實力 就超越美國了 GDP就超越美國了 這是要大算盤的 對 我現在是 我是領先 我也知道中國大陸 五年十年就要超過我 那我現在要消耗它 要發動消耗的行為 不是二七就是三零嘛 再晚那 中國大陸的實力 已經超越你了嘛 所以你要看大戰略就是說 我國家目標是什麼 我也不想 我也沒辦法佔領中國 中國也不可能打到美國 那我消耗你 就跟現在俄烏戰場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戰爭呢 你要想到目的嘛 對不對 你現在烏克蘭 消耗不行了 還有波蘭 第二預備隊 對 三小國 這些都有仇恨的 他們願意 所以一樣嘛 台灣就是一個火耀頭上的隱形嘛 所以這個帥將軍剛剛講到台灣 那我想問是說 現在有傳出這個雲風飛彈 進階層雲風二行 然後呢 還說到它的性能 什麼接近極音速巡弋飛彈 要改名為晴天級音速巡弋飛彈 用這個要想辦法 要是要對付中國踏陸的嗎 有可能嗎 那北韓現在呢 當然也在盯啊 美國你在這邊要做這個做那個的 所以說美國如果 執意要在朝鮮半島等周圍地方 軍演還動用美軍戰略核武 可能引發朝方 就是北韓這邊的相應的措施 意思是說 進而導致核戰爭爆發 那豈不就是更加的危險嗎 這個雲風飛彈啊 這幾個 憑良想我們要誇獎一下 眾科院 這麼多年的研發 很有點成績 就是射程越大越遠 但是你各位搞清楚 我們當初要這個飛彈 是幹什麼用的 不是拿來跟中國大陸去做 毀滅性的攻擊的 是做什麼 叫先制作戰 什麼叫先制作戰呢 共軍要解放台灣了 它是不是內陸的機場飛機 要轉移到福建廣東啊 加油掛彈才能打台灣啊 那我就要用這種飛彈 打你的這個機場港口 讓你的這個 整個作戰計劃會拖链 失去 不能夠按表實施 這個是一個 因為是有限目標嘛 因為這種飛彈 沒有帶核彈頭嘛 現在問題好了 如果美國給你核彈頭 你敢打嗎 因為你用核彈頭打完 你換了你自己的毀滅 毀滅效果了 對 因為核子武器 大家都有一個默契 就是不要弄成毀滅性的效果 對 那以前我們研究核子戰鼠也講過 大陸人口多 面積大 城鎮多 你打他一個 他打你一個 對 台灣三顆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最好不要去惹上核子工具 那現在全世界所表演的 都是傳統武器局部戰爭 所以為什麼俄羅斯先放話 我知道我搞你整個北約搞不過啊 但是我有核武啊 我就把降低核武標準 這個才會整 歐洲產生很大的變動嘛 那台灣現在這個問題 老蔣也好 毛澤東也好 都講過對中國人不用核子武器 當年美國把圖牛市放在台灣也是核武器 老蔣沒有統一啊 不准用啊 因為他打的是中國人的自己的子民嘛 所以台灣千萬不要受這種誘惑 把這種防禦性的飛彈 這個是可以打亂它的作戰步調的 是很好的東西 你要裝上核子彈頭 那就會造成毀滅性的效果 所以大家不要誤認 民進黨那個政客 打到北京 你打到北京又怎樣 就像烏克蘭嘛 一種大廈垮掉 因為你沒有核子彈頭嘛 但你遭遇到報復呢 所以我講武器設計都有它的作戰目標 是好 不過呢 其實大陸外長王毅又再次強調 對於台海的部分 他說台海穩定的定海神針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態度表明立場很堅定 但是呢 現在我們看到大陸最大的海事巡航救助船 叫海巡06輪呢 在11號已經正式的列邊 福建部署在平潭島 而且即將要常態性的航行台灣海峽水域 來執行公務了 謝大使 這個會不會這種船隻 你知道美國很喜歡拿這種來做文章 然後這個船越來越多 是不是很容易拿來說事呢 就是說這是對於台灣造成更大的威脅了 您怎麼看 那看什麼船呢 這個船是救助船 對救助船的話 是不是作戰艦艇的問題 那我看我們陸委會立刻就說 你不要超越到海峽中線 那事實上的話好像大陸的艦艇 那麼超越海峽間中線的情況好像也不太多 那它基本上把它的建 這個算是一個救助船 是一個最大的這個頓位的救助船 那麼放在這個平潭港 平潭港它唯一的我覺得對台灣比較有意義 就是說它是離台灣最近的大陸的一塊領土 那麼平潭港最近也有很多這些建設 就是希望台商去那邊一起來共同建設 它是一個示範的地方 剛才因為這個謝大使談到了 就是要看是什麼樣的船 可是問題是這個我們現在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就是西方國家一直在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 那那個什麼船 什麼船它其實有別的用意 中國大陸可以用救助船做點別的事 或者是民用的船隻可能有軍事的目的 所以那現在如果像這樣子已經是常態的航行的話 是不是可能就會變成是一種來煽動這樣的理由的藉口 我想很容易啦西方國家反正就是指鹿為馬灌啦 你救助船它搞不好就把你說裡面藏了什麼什麼魚雷啊 藏了什麼木馬 對他們這個常常這樣 不過我看我們陸委會也做了這個做了發言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有一點點這個要找到更好的理由 因為說如果說是救助船都不能放在這個平潭島的話 那你要什麼船放平潭島 那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這艘救助船它將來確實是從事救助工作的話 那在海難或者說這種天候不好的時候 那隨時待命的話 那對於這個在海上面航行的 在台海上航行的這些船隻來講的話 不能說都是威脅吧 你要講是威脅就有點太牽強了 但現在對於兩岸的關係 已經沒有所謂的一個中國這個交集了嗎 你看現在其實大陸外長王毅又再次的強調 可是在台灣這邊現在怎麼看 說台海穩定定海神針一個中國 也很多人不認同啊 這個現在民進黨是把這個九二共識啊 他不接受了 那國民黨是主張九二共識啊 對不對我們馬英九先生一再呼籲啊 雖然不曉得現在國民黨 現在的朱立倫主席領導之下的國民黨不太一樣喔 我覺得也不要太對他那個斷 他是有一點點好像搞得比較模糊一點 他還沒有說不接受九二共識 對我想就是說即使他不接受九二共識 國民黨裡面接受九二共識還大有人在嗎 那不只是台灣只有國民黨接受九二共識 台灣廣大老百姓接受九二共識也大有人在 所以我就覺得現在主要問題還是民進黨政府 他就是說他因為控制了政權嘛 所以他用這個政治機器來否定九二共識 並不能代表台灣普遍的民意啊 是好來那我們要談談日本的問題囉 日本真的要修憲嗎 日本現在參議院選舉出來的結果我們討論過 修憲勢力已經超過三分之二的席次的門檻了 岸田文雄怎麼說呢 他表態了 他說要向國會提修憲案 說這一次參議院大選獲得的席次要繼承安倍的一致 明確寫入自衛隊等四項修改議題 在國會發起討論 請教湯老師 所以岸田文雄是說yes了嗎 他要積極的去推動嗎 怎麼看 在這個節骨眼我想說他一定要這樣講 因為現在呢這個參議院選舉完了以後呢 他們確實自民黨他是氣勢是上漲的 席次是增加的 那所以說呢又要配合這個安倍的這個事件呢 他必須說我們現在好像應該要來完成安倍沒有完成的一致 那這樣子的話那當然就符合了這個整個的這個政治的氛圍 可是呢你說現在他們真的能夠走上這一步嗎 我覺得我還是存一個非常大的這個疑問 為什麼 主要是說雖然你說這一次他選舉完了以後啊 他們的這個想要修憲的這些政黨超過了三分之二 已經達到了這個門檻了 可是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在於說你這個國會通過以後啊 你要經過公民投票 可是在公民投票的這個問題上面 不容易啊 非常困難 因為這門檻還相當的高 而且呢一般的民眾 他們現在最關心的不是這些問題 是啊 他們關心的是通膨啊 是經濟啊 是日常的生活啊 因為現在這個日幣 日幣貶得不得了 比方百分之二三十了 是 那所以他們民眾的這個想法 跟現在政治人物的這個想法 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差距 那現在你說這個安倍不在了 那安倍不在了以後 那真正來推動這個 所謂的國家正常化 或者說是要來修改憲法的這個領頭人物 沒有了以後 那是不是有一個新的人物出來 我們現在還看不到 因為安倍啊 他是什麼呢 他是這個日本國會裡面 甚至包括這個自民黨裡面 他最大的一個次級團體 叫做清和會的會長 是 這個清和會呢 他有九十幾個參眾議員加起來 總共有九十幾個 那裡面還有派系伶俐啊 有平成會 有志工會 還有岸田的自己本身的紅池會 對 那所以說現在呢 就讓這個外界有些感覺呢 是說現在已經好像 這個在國會裡頭群龍無首 是 因為岸田的這個 他的這個立場呢 當然他是站在中間的 那所以說他跟這個 這個去世的這個 安倍晉三 安倍 他們是可以相互配合的 那現在他們安倍不在了 那現在變成岸田一個人 他出來 要擔任這個大綱 擔任這個政治上的這個 總的領導 那是不是他真的是有這個問題 有這個能力 這個東西我覺得還很難說 對啦 還不一定是他啦 他想當共主還不一定 但是現在呢 岸田文雄既然這麼說了 那我們要看看 其他人怎麼看 我們昨天其實講 美國態度很重要 美國媒體 美國輿論 美國智庫的專家 都要聽聽他們的意見 美國華府智庫 美國進步中心研究員 就說對於現在日本政壇來講 修憲是奢侈品 專注修憲 會忽略別的事 勢必會被人民懲罰 欸 講到人民懲罰 有啊 媒體就報導啊 有一個31歲 東京上班族 他說 說鑑於俄國中國北韓的挑釁 日本確實應該加強國防 但是他關心的是經濟 所以誠如昨天我們講 還有包括剛剛湯老師所說的 最關心的是經濟 最關心的是通膨 所以呢 不能夠忽略老百姓的意見 但話說回來 美國的紐約時報 說如今日本面臨國內外多重的危機 修憲似乎更不可能 俄烏戰爭讓供應鏈的問題惡化 人民擔心的是能源短缺 所以這不也是經濟的問題嗎 再來 大陸的媒體環球日報 以修憲式磨合非寶箱 這打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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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朵拉的盒子的意思啊 日本打開以後呢 就是會後患無窮了 說如果把自衛隊升級為軍隊 那東亞恐怕要進入新一輪的危機 日本政府應該要認清軍國主義的盡頭式懸崖 好 這個介大使 所以這個話也表明的非常清楚了 對 其實你要看自民黨的這個修憲的草案 你就不得不懷疑 安倍是不是軍國主義者 因為你要看日本的這個憲法 和平憲法 這個是這個麥克拉瑟幫日本訂的 他現在要修的是第九條 第九條在第二章 我跟你稍微講一下這個他怎麼修 第二章原來日本的憲法裡面 第二章這一章的章節叫 放棄戰爭 章節就叫國防戰爭的放棄 那可是自民黨要怎麼修 他要第二章 這張章節的名稱改成安全保障 所以戰爭的放棄改成安全保障 所以沒有放棄戰爭了 這個是日本和平憲法的精髓 就是放棄戰爭 他現在把放棄戰爭這個拿掉了 那這個放棄戰爭第九條 本來只有四只有五行 那自民黨這個修憲的這個草案 從五行變成多少行 變成二十三行 你看加了多少次 所以他這個安全保障 他這個本來 這個再 他變成 這個 就是說 我念一下這個第九條 原來日本的原文 四江很簡單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智慧的國際和平 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 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爭端解決的手段 永遠放棄 為達到前效目的 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 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這就是戰爭的放棄 這是日本憲法的精髓 現在日本就把它改掉 改掉什麼呢 就變成就是說 不是永遠放棄 他只是說這個戰爭不永遠放棄 他是放棄 可是呢 不用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國權 可是呢 這項這些規定 他前項規定 不適用於什麼 發動自衛權 他不是自衛權的行使 他要自衛權的發動 自衛權還用發動 這個用詞就已經好 然後後面開始談一個 第九條之二 加起來連續談的是什麼 國防軍 要把國防軍放到日本憲法裡面 遙遙遙遙寫了十幾條 十幾張 十幾 十幾頁 十幾行 你說這不是在武裝是什麼 以前的憲法說 你要放棄 宣戰權 交戰權 放棄陸海空軍力 你現在開始說我要設立國防軍 你說這個修憲 是不是打開一個潘斗拉盒子 我跟你講能不能修 誰都沒有辦法說 只有一個人能控制 就是美國 美國讓他修他就會修 美國不讓他修他就修不了 現在美國我是覺得 會跟日本討價還教玩一下 可是日本自己 美國自己也要小心 二次大戰殺死美軍最多的 可能就是日本軍 日本美國這個當時 麥克阿瑟遠見 用這個和平憲法 要日本的憲法放棄戰爭的行使 你現在日本人 現在要把放棄戰爭 這樣的一個憲法 美國人加在日本人憲法裡面 最重要一個條文 現在日本人要把你打臉 把你取消 然後開始公然設置國防軍 那基本就是打你麥克阿瑟耳光 打你美國人耳光 看你美國人願不願意 子彈飛彈隨時轉敗 隨時往東苗就是打東邊 往西苗就是打西邊 美國人也自己看著辦 不過講到經濟 的確現在日本人最關心 民生經濟現在怎麼看 日元是再創24年來最低 還在扁 日本銀行總裁說 經濟前景很不確定 必要的時候 要增加額外貨幣刺激的做法 央行要透過改變通貨緊縮的現狀 讓日元扁 帶動物價上揚 結束通貨緊縮 而路透社也報導說 岸田可能會逐步的去修正 安倍經濟學 但是呢 專家又說 岸倍經濟學不太可能快速的逆轉 那岸田文雄急不急 岸田文雄很急啊 所以岸倍經濟學顯然有很棒的成果 如今重要的是怎麼樣去刺激薪資成長 有這麼容易嗎 現在看起來日本的經濟確實是陷入了困境 對 經濟困境 人家前面已經有停滯了20年了 但日本向來是非常自主 非常proud就是非常感覺得光榮的是 他們的製造業 他的科技能力 他人民的勤勞跟守紀律 應該已經有 以前就有機會做上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現在這個摔下來 他們當然會怪咎政治領導人 那今天你又面臨一個要服輸之前 你又要搞軍國主義 你要曉得為什麼入線呢 不只是麥喀塞的強迫 二次大戰完了以後 日本的老百姓對這個當初的軍閥 暗殺首相窮兵獨武 到東南亞整個國家被他侵略 到他自己到麥喀塞反攻付出的死傷代價 所以你問日本的老年人 真的是對戰爭是生痛誤絕 那如果這個修憲一改 你看我講美國為什麼不同意 美國會不同意嗎 因為什麼 你現在聽我的話 是因為我的核子閃在保護你 是的 你要變成國防軍 我就沒辦法完全掌控你 日本也可以搞原子彈的 對不對 那現在為什麼駐軍 他就牢牢掌控嘛 當然剛好日本老百姓也蠻習慣 而且受美國的這個那個吧 所以你今天修憲 東南亞各國包含中國大陸 俄國都會非常警惕啊 因為你的以前的歷史記錄就不好嘛 加上現在這個經濟危機 老不幸關心的 我中國人那句話 吃飯大是天 你把這句話講得很通俗 但你想想是不是每一個基本人民的需求 對 對不對 那日本也繁榮過 他的老百姓有感受 我當年是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你們這些領導人物沒有責任嗎 你現在又要搞這個軍國主義的話 每個老百姓講 我經濟吃不飽 還要挨人家飛彈的報復 所以 范岸田呢 我不認為他會搞這個東西 今天是不得已啊 安倍剛剛被刺殺 對不對 跟李登輝當初講的獎金國一史 我是他的學生 我要follow他的這個政策 是 一樣道理嘛 而且將來修憲的任務 還有討論的餘地啦 一不過關就淡化了嘛 是 這個東西只是現在他的政治神 形勢需要這樣 是 將來時不時一做 我認為是不會這樣做的 嗯 所以現在可能看起來有要修憲 對 但是沒那麼簡單 所以湯老師剛剛就講了嘛 沒有那麼容易 可能尤其像美國 可能都會去阻擋 但是日本現在的經濟 我們剛剛也談到 日本有經濟專家研究中心 預測 說日本人均GDP會在 2027年被南韓超車 到2028年被台灣超車 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日本生產力低下 還有數位化程度落後 欸 我們再看 2021到2035年啊 日本經濟成長率 預估每一年大約是2% 甚至已經是低於台灣的4.2% 以及南韓的4.1%了 說到數位化程度 到底是多落後呢 我們以為說是 日本其實有很多的高科技 但是呢 最主要是因為日本人 太過於拘泥於傳統的方式了 他們習慣還在用印章 還有用傳真機 所以呢 日本他們自己都有調查說 美國 德國 中國 缺少數位人才 企業比例是3到6成 但是日本是7成的企業 在缺少數位人才啊 這個比例是更高的 所以現在呢 對於很多的網友來說 他們在看 日本的確是 你說要走數位化 還很落後啊 那經濟要如何來推動呢 唐老師 我覺得 首先我想一下 整個這個軍事的問題啊 現在整個 現在這個 東北亞的這個地區啊 確實 軍備競賽正在進行當中 可是呢 沒有安全措施 如果說我們跟歐洲冷戰時期來講的話呢 他也有軍備競賽 可是呢 他有安全措施 他倆雙方之間啊 就是北約跟華約之間啊 他們是有安全措施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一件事情啊 那當然這裡頭就要看美國的角色 他到底要怎麼辦 當然 那另外你剛剛講到這個經濟的這個問題啊 那現在呢 這個日本的這一方面啊 他譬如說我們拿這個安倍的三支劍來看的話 這個安田還說他很有效 可是呢 我們聽到的呢 都是都沒有效 毀育參半 因為他這個根本就是教科書裡面的APC嘛 說什麼 貨幣寬鬆啊 還有彈性的這個財政支出啊 還有這個長期的經濟成長啊 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東西嘛 那你說他這個有些什麼樣的 真正的啊 能夠發生什麼效果 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大家都並不是這麼樣的 來支持這種做法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